好 今次我們就要去找一些奇怪的地方 就是這裡 這裡為古文字之島 特產島 好 我們進去看看有什麼特別的線索或資料可以看看 這裡 向上 好 只有向上 特產島 好 來了 創世史一 創造太陽是最早的形成 接著是恆星 恆星 恆星 無數的星球上都居住生命 但地球是唯一一個生命繁榮的星球 宇宙的起源 蛋的碎片到達了緯度 這一塊碎片呈蛋狀 神靈精靈 亞爾宙斯就是從蛋孵化出來 它獨自創造了這個宇宙 循環中煙 神聖的神最終輸入給邪惡的神 他又變回一顆蛋 但在他的重生之前邪惡之神打碎了這顆蛋 因此結束了這個循環 等等 再看一次 在他重生之前邪惡之神打碎 神聖的神最終輸給邪惡的神 變回一顆蛋 在他重生之前邪惡之神打碎了這顆蛋 所以結束了這個循環 永無止經的循環 兩位神為了爭奪統治權互相爭鬥 一千多年了 當其中一方被打敗之後 那一方就會重生再次戰鬥 下個 循環在此 直多南恩是一隻來自熔岩之心的精靈 他和來自深淵精靈、深海精靈爭奪統治的地位 戰鬥的結果把緯堵一分為二 其實這些東西很複雜 蓋亞緯堵 在這個緯堵裡深海精靈輸給直多南恩 深海精靈的遺跡被馬納菲和波爾海尼恩帶來了生命 這個是馬納菲就是那隻藍色那隻 波爾海尼恩應該是火水屬性的神獸 直多南恩又入了這個深度水面 好複雜 孤獨的世界 阿爾壽司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傀儡 雷吉阿爾法 孤獨的生活使雷吉阿爾法是渴望有伴侶 這種渴望令他犯下最可怕的罪 他創造了一個無中身有的生活 神靈的憤怒 用三種自然的元素 土兵金屬創造了另一個傀儡 雷吉奇卡斯 被雷吉阿爾法的行為激怒的阿爾宙斯奪走他的生命 並將雷吉奇卡斯的力量封存 雷吉奇卡斯是不是三神柱那隻呢 好了再來 進化 大自然的力量召喚出風暴和地震來終結一切生命 而生活總會找到出路 幸存下來的夢幻進化適應新的致命環境 下個下個 神的驕傲 我都被背叛之後 阿爾宙斯創造了自然的力量 來消滅地球上所有生命 他發誓永遠都不會回應任何訴求和祈禱 三神柱 雷吉奇卡斯分離出三個寶石 將他放入在雷吉阿爾法的遺跡 寶石使雷吉阿爾法各個部份重生 賦予了雷吉艾斯、雷吉諾克和雷吉斯齊路以生命 但雷吉阿爾法並沒有復活 雷吉奇卡斯企圖復活他的主人 但沒用 疲勞和悲傷哥說他消失了 這裡如果加一些圖就很多了 我看看後製的時候會不會弄出圖給大家看看 生命撥發 雷吉諾克、雷吉艾斯、雷吉斯齊路走在這個空曠的大地上 他們所走的路引發了化學的反應 生命開始繁榮 精靈是始祖夢夢誕生 好 夢夢就是這個所有精靈的圓 這個什麼叫做圓體 三隻聖手 有人改了這裡 改了什麼 打破平衡的眾神之戰 將無主釋放到這個世界上 他們的力量打破了世界的平衡 大自然的力量介入了 將無主和他們的力量封入了石牆裡面 這個被破壞 這個 黑暗牧斯和胡帕從他的原始位置召喚了另外兩個邪惡的神 基拉奇和達克羅伊 為什麼全部都是邪惡的神 這個遊戲裡面 黑暗牧斯的貪婪和慾望一天一天圍著這三位神 直到他們不再需要他 秘密組織 這些看不到 這三個神領的衝突 令到這個土地變得恐怖 為了對抗他們 七名的使者 聖者犧牲了自己 召喚了光明之神 克雷色尼亞 蒂安 蒂安希和美羅耶塔 第一個好像是美夢神 第二個是粉紅色那隻 那隻水晶 第三隻就是跳舞那隻 跳舞和 跳舞唱歌那隻 來永遠結束這個戰鬥 達克羅伊和基拉奇 被鎖在一個不同的位置 互拍就封印在幻影塔當中 人類的起源 這些病毒導致了夢夢的變異 進化成全身的精靈物種 其中一些就成為了人類的始祖 夢夢都是創造人類的 在另一個星球道 外星人入侵了地球 宇宙飛船 墜毀在關島 成為穴見山 而迪奧西斯就是代歐奇希斯 作為外星生命難以生存 但亦都幸免 但都不能夠幸免於難 他的身體腐爛了 向這個夢夢的族群傳播了致命的病毒 真是很複雜 不知道是甚麼關島 這個剛才看過 史前精靈 這個特變引育了史前精靈的時代 這些精靈統治著世界 直到一天外太空的黑暗金屬殞石撞擊了地球 這次的撞擊令到星球滿佈塵埃 導致了冰河時代 大部份史前的精靈都滅絕 OK 三隻神鳥 改過有人 二次元通道 有一天 一個漸弱的二次元通道 令到胡帕入了這個次元 自然的力量排除幾二 這個時候他跟自然的力量做爭鬥 結果失敗了 虛弱的胡帕頻頻死亡 他看一位黑暗牧師尋求幫助 幻影 好 嘩 好複雜 沒有了 只剩下這塊牌 這塊牌 喂 哦 特殘毒 這裡已經有一隻 有一隻 有隻 地屬性的 好 我們又要捕捉他 基格爾德 沒有出現過基格爾德 剛剛那個Melo 這隻好像不能用電子波 所以要用催眠 大地之力先 OK 推眠 接著 接著我們用神通力 誒 神通力沒有效 它是聖的嗎 我記得不是 它不是地龍嗎 那我試試用電磁波 電磁波沒有用 那真的是 是地面 好 抓到了 這隻基格爾德 好 雖然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劇情需要 但是我們也要先捕捉 這裡有很多骨頭 好 它有四塊板 我丈夫和我來到這個島上 打算找一些文物 不小心跌入了這個地方 我需要告訴我丈夫 摧毀石碑 否則會有其他人遭受同樣命運 可怕的不是我死 我還覺得有些東西看著我 我只是拿來找寶藏 我都不知道我居然會死在一條 肌餓的古蛇動物裡面 就是剛才綠色那條 我的同事都吃了 不過過多幾天那條蛇就會找到我 這個地方無路可逃 我不想死在這裡 這些石碑是誰的 他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 單向房間引人進來 我還不想死 就是說其實是這個石碑的人 創造這四塊石碑的人 摧毀了某部份的石碑 想著就不要 不要令人進了這個動物裡面 因為這個動物走不了 OK 這裡 我可以看到光就是我身後 但對我來說已經太相似了 這個野獸已經奪走我的雙腿和肩膀 有足夠大的動物適合你 OK 其實這裡可以走 跳出去 嘩 就被空中搭下來 這個劇情就應該結束了 創世史 這個說的是特別偏惹的一個創世史 就應該不同 正傳就應該是沒有關係 應該也是 因為我正傳來說 一些神獸的故事 我都不是說十分熟悉 所以大家就 不要混淆或者混亂了 可能是有相似的 但我想應該不屬於同一種的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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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